泰国境外因他农山大雾骑警 游客慕名分至泰国头条新闻 10月31日10月30日泰国境外因他农山迎来凉记 这对于常年处于人热气候中的泰国民众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出游机会 山上最低温度只有9度并伴随有大雾和银海日出骑警 最近游客遇了体验凉爽气候分至他来 在大雾中纷纷拍照纪念 因为大雾浓厚 因他农山工作人员提醒自驾车上山旅游的朋友 一定注意行车安全 泰国大皇宫30日重新开放 游人如知泰国头条新闻10月31日 大皇宫和玉佛寺作为泰国的象征 一直以来都被各国旅客列为泰国必有景点 自9月5日准备普密鹏国王葬礼以来 大皇宫和玉佛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没有参观到大皇宫 是这期间到泰国游玩游客的一大遗憾 10月30日恢复开放 首日便迎来了大批外籍游客参观 现大皇宫开放时间为每日8点30分到15点30分 望准备前往的旅客周知 2017马来西亚榴莲节 11月3日至5日将在南宁举办南宁晚报10点31据报道 11月3到5日 马来西亚榴莲节将在广西南宁举行 届时将有果王食品创意节奏比赛 果王舞秀比赛 果王长食比赛等六大活动 现场已吃的名义 向市民揭秘来自马来西亚正宗榴莲的舌尖美味 此外 还可以与专业厨师探讨榴莲制作的美食 如果你喜欢榴莲 可千万不要错过本届榴莲节 长沙开通直飞菲律宾卡利波航线 菲律宾世界日报10月30日10月29日10时38分许 一架澳海航空波音737到800型客机 从湖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 标志着长沙至菲律宾卡利波 开了本航线正式开通 目前长沙共开通39个国际及地区航点 其中东南亚航点达22个 该航线每周三班 班期为每周三 5 7 去城计划早上9515分 均为当地时间从长沙起飞 13时15分抵达卡利波 回城14时15分 从威禄宾卡利波起飞 于是70时35分抵达长沙 飞行时间约三小时20分